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日总结》 我是VK韩文 以此跟大家介绍内地和本港股市的收市情况 内地股市收市全市在上市 上证组合指数升市13点报3243点 深正成分指数升121点报11799点 互深300升36点报4052点 创业板指数升2点报2540点 吴恒指方面今天收报19202点跌22点 国企指数跌21点报6555点 科技指数升2点报4066点 大市成交由822亿 今个环节有Samuel做嘉宾 Samuel你好 Hello 菲基 今天时刻彈不起 因为早上曾经升过近8点 之后又跌下来 今天其实看到很多股份 创52周的 圣底当中 大家很熟悉的 譬如中星 恒生 港灯 美东汽车 祥和等等 表现都很差 还有今天市场 成交都很少 只有800多亿 现在市场 弹又弹不起 是否只会跌 这段时间还是处于一个真词 但是都是偏弱的格局 就是你说去到成交量方面 或者你说板块的表现方面 都是围绕着一个疫情的忧虑 去有些炒作 或者说说沽一些货出来的 比如你说收押的 都会是一些餐饮 出油 或者说一些倒股 那些 影响性会叫做比较大一点 现在暂时就看看 成都那边的封控措施 会不会叫做有些扩大 或者说会不会 last 得很久 如果你说 这个情况 就是确诊的人数 叫做多些 或者说牵涉到的城市 继续扩大的话 那有机会就要回到 恒指三月份最低点的时候 就是18,300这些位置 但如果你说 以确诊的数字 人数来说 未必去到这么悲观 当时上海 都已经叫做有万多单 现在暂时都未去到这个数字 其实就 未至于叫做一下子 要落到这么深 但仍然有些下调的空间 这个压力就来自于 人民币走势走得比较差的一个角度 就是欧洲和美国 现在面临着一个重要的能源危机的问题 除了你说俄罗斯 现在暂时中断了北溪管道的天然气供应 而且OPEC 就是OPEC的产油国 刚刚也决定了少少量地 将10月份每个月的每日的产量 下调大概10万桶左右 这个就占全球需求大概0.1% 就不算很多 但如果你说俄罗斯中断供天然气的消息来看的话 有机会令到欧洲国家 都可能要一起搶石油回来 作为一个发电 以及供暖的一些原料 所以来到冬季 算是叫做很关键 如果你说欧洲国家 可能要抢原料回来 令到原材料成本又上升的话 其实可能要加深外围经济体 加息压力 对于人民币来说 就差一点 因为中国方面 现在都希望可以 为了稳定经济 维持一些宽松一点的政策 这就令到人民币有机会 会继续走去偏弱一点的水平 可能你说跟日元一样 未有一个加息的条件的话 对于走资的压力 都可能多一点 所以指数上面的 都不排除 你说下一个阶段 要回心一点 如果你说以今天的收市价来计的话 暂时都算是守得住 8月24日的低位 即19189点 暂时这个水平未跌穿的话 都尚且可以当它是一个 下跌三角形的颈线位置 算是守得住 那这个是最后的防线 如果你说收市的时候 跌穿了的话 那大家在竞价时段 就应该要清货 或者说在指数上面 要有些调整 然后你说向下望的 或者跌到多少 才叫做有得彈呢 参考7月底至8月头的 急跌 其实恒指最低位 偏离十天线左右 大概1000至1200点左右 开始就会叫做有得彈 譬如以8月2日为例 恒指十天线 就放在20400点左右 然后低点就落到19500 所以这里就可能你说挨住 接近有900至1000点左右 所以这段时间 就可能将现在的十天线 开始向下移 19600左右的水平 跟着向下量 有机会就落到18700 至18500左右 到时候就有机会可能 真的属于谷底 开始叫做弹得厉害 那现在就暂时是取决于 那条颈线 会不会真的叫做跌穿 然后再往下一步 就落到18700左右的水平 好啊 虽然市场弱 但是看到来防湖 今天的表现反弹都挺不错 好像碧桂园 还有碧桂园服务 其实都升超过9% 或者中海外和华润置地 也都升超过3%以上 碧桂园就是因为 看到有个上月的销售面积按月微升的表现 带动到它的股价 另外就是有个存款准备金的下调的消息 降两个百分点 就是外汇的存款准备金率 由现行的8%下调到6% 带动到今天内房有一个这么明显的反弹 看到有些分析就说 降准备金之后 有些人说可以充盈降息 是不是真的可以这样想 首要的 即是今次这个降准 主要是说外汇的存款准备金 就不是全面降准 或者定向降准的 以人民币计价的那个降准 所以大家要留意 今次这个实质的作用 没有以往降准是这么大的 现在暂时就是给银行 希望可能在外汇方面的一些储备 可以释放多一点出来 然后用来对冲 可能你说对于人民币的一些沽盘 用来做一个承接 所以这件事是可以轻微地减轻 人民币的贬值的压力 但是对于实质的经济体的支持 几乎是没有太大的作用 如果你说真的要去到可以救经济 或者说所有的板块一起叫做得升的话 都可能真的要靠一是降息 即是在MLF方面着手 一是在全面降准方面 当然基本的存款准备金率 都要叫做一齐降 才叫做有条件 做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调整出来 所以我觉得今天内房 但一旦 纯粹是叫做借势炒 实质上可以受益到的因素 就不是很多 而且如果你说真的叫做帮到内房的话 起码都要在MLF和LPR方面 叫做着手才可以帮到手 所以现在这个时段 内房就可以不需要在这些位置挠住 即使今天叫做弹可能5-10%也好 其实拉均匀整个8月 几乎都看不到他们今天有什么升幅出来 而且碧桂园为例 这一段时间曾经在挠住2.8-2.6左右 至到颈线大概2.3左右这些水平 曾经做了一个小小的横行区间 但现在跌穿了之后 今天就开始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反弹 但都是挠住颈线的位置 就是说之前平均做了一些低位 就已经有些少压力了 所以我会觉得起码都要叫做 等多一段时间 看看是否真的叫做有钱肯流入去 甚至乎升穿20天线的水平 我才可能短期再去追一阵 否则来说 今天的反弹 已经叫做 遇到压力的话 再追上去 就未必太大帮到手了 还有今次跟大家提过 存款准备金 这个暂时是说外汇的存款准备金 和全面降准是不同的 所以大家需要留意这件事 另外也想和Samuel说一下1797 新东方在线 因为今天看到资金不断追进去 收市也以全日最高价收市 收在37.6 升3.1 看到有些消息 就是跟京东麦楼有一个合作 旗下的东方恩船 就跟京东麦楼有一个合作 完成合作之后 其实新东方在线的自营产品 可以即日甚至是第二天 就可以送给客户 跨省的话 其实72个小时也可以送给对方 另外也有大行 唱好新东方在线 他就说最近 新东方在线的管理层披露 最近的三个月的总交易额 已经大概是20亿人民币 如果计算单日的话 总交易额有2000万人民币 日军的累计官网大概是1500万人次 还有6月份 其实东方恩船已经是 现金流转正 可以实现逆离 看到新东方在线的股价表现 最近也很强 是不是真的要跟进去 如果你说以个基本因素去追 其实我觉得再向上望的空间 就不算很大 因为你说拿今次 他们去到5月份那份的业绩来看的话 大家都是看着可能在K12 就是说英幼儿至少童的教育上 亏损是少了 以及也叫做Cut Off 这类型的业务 就是说他们以后都只是做一些 专上教育 大学 以及直播大课的业务 会比较多些 因为撇除去到K12 因为产生一些新的法规 他们需要退回学费给学生 所以之前一段时间 K12就亏损得比较多些 然后去到大学方面的业务 基本上那个模拟率 算是比较多些 就是去到六成多楼上 但是新加回来的 一个叫做电子商务 或者直播大课的业务 其实那个盈利水平 或者那个盈利能力 我觉得就不是叫做很强 公司在业绩股里面 曾经都提到 过去三个月的总交易额 就是GMV 大概就是20亿元人民币 但是在我们看过的 就是说2022年的财联的时候 几乎都没什么看到 在营业额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增幅 就是如果你说在刚刚出来的那份 那份的annual 里面 电商业务的分布营收成本 基本上就应该去到1500万左右 那模拟方面就大概900多万 所以其实呢 即使在过往第二季的时候 大家都发现它可能直播大课 算是叫做有些看头也好 那其实就没有说真的叫做贡献到 一个很明显的盈利出来 那和直播大课的毛利率 大概只有三成多 那比起你说 专上教育那些六成至八成的水平 都还有一个很长的距离 所以那些行锋看好的 真是炒着一个憧憬 你说去到估值上面的 现在全年度的营收 相比起他们现在的估值 即是现在新东方的市值 都差不多挨着有四百亿 但是你说 刚刚才叫做 开始出现少少的经营日利 如果以全年的盈利来计的话 还是处于一个亏损空间的话 在估值上面其实就很难度 一来就 刚刚这一年的年度业绩 看不到电子商务方面 有个很明显或者有个很强的增长 因为都只得大概几千万而已 二来就是现在他们的市值上面 都已经去到四百多亿了 其实相对来说是算是比较高的 所以再向上炒的 没有得去看估值 只能够去看看北水 是不是真的叫做 有个流入在这里 那目前你说 看着过去这个星期 的确是叫做 有大量的北水 就捞回这只货 所以向上突破 或者说向上追的 都可能叫做可以拨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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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拨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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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拨� 已經差很遠了 因為到時就已經輸了10元 所以技術因素上的這一輪升幅 其實以大概14.5至23元 即是這兩個季度以來 做了一個橫行區間的話 其實已經走掉了那些良多升幅 所以就向上追的話 就不能追估值了 只能夠是看看有沒有機會 它繼續向上飄 然後止洩位的話 設定在最近的一條頸線的位置 如果告了你的朋友 就記得設止洩位 也謝謝Samuel和人們這麼詳細的分析 和你申報一下有沒有遲到以上的報告分 都沒有遲後的 今集節目時間就差不多和Samuel聊到這裡